男主阿祥是一家瓦斯店的老板 他每天早上6点45分都会准时起床为家人做早饭 顺便叫女儿起床 并且吃完早饭后 阿祥还会送女儿去上学 从阿祥和邻居的对话中可以看出 阿祥和邻居的关系也都很好 将女儿送去学校后 阿祥便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这天中午 阿祥的母亲为阿祥送来了一壶他亲手煮的汤 并且母亲还把水费和电费都帮阿祥交了 谢过母亲后 阿祥询问母亲什么时候搬过来和自己一家人住 她那里都快拆迁了还留在那里干什么 母亲认为自己的小窝挺好的 不倒不得已 她是不会搬到阿祥家的 说完母亲询问阿祥 为什么这么急着叫自己搬过去 是没钱请庸人了吗 阿祥解释道 自己是看姐姐和姐夫都移民去澳洲了 留下她一个人太寂寞了 母亲听后无奈地说 自己怕搬到她那里会让她难做 她也知道她老婆的脾气 见店里的伙计都在看两人 母亲便话风一转告诉阿祥 今天是阿祥的结婚纪念日 去年她忘了被老婆生了一个月的气 自己特意在日历上记了下来 阿祥听后直接从抽屉里拿出了一打钱 母亲吃惊地询问什么礼物要花这么多钱 阿祥解释道 是自己的岳父想想要盖房子 母亲不满地说 阿祥不是已经给她盖了两栋三层的房子了吗 阿祥回答 岳父还要盖三栋给她的两个外孙 这让母亲很识无语 随后阿祥提前下班为老婆买好了礼物 就在阿祥准备开门时 他突然灵机一动决定给老婆一个惊喜 他便小心翼翼地打开房门 轻手轻脚地走进了屋子 刚一进屋 阿祥就看到自己的老婆 正在和楼下的杂货店老板偷情 同样发现了阿祥的老婆 连忙推开了老板 阿祥指着两个人面无表情地说 他们站着做浑身大汗的 进房间里去做舒服点 说完阿祥便转身走了出去 阿祥 我怎么给你进房间 这房间我是我和我老婆的 那家妇是我老婆的 她在 daughter 那家妇在这里 快點, 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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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下 坐下, 坐下, 坐下 沒理由我老婆這樣對我, 一定是我做錯事 怪我早回來不打電話通知她? 沒理由, 只是小事而已 忘了買豉油 生抽還是老抽? 笨實, 兩樣都買齊就行了 哎呀, 我莫爽的手, 不是有排氣的嗎? 沒理由, 不會為了買豉油的 笨生, 你沒什麼事啊? 啊啊啊啊, 老婆就去殺 沒有啊, 我有想過, 不過我沒做過啊 長姬, 什麼事啊? 為什麼我對你這麼好, 你們還要勾佬啊? 你想想對不對? 長姬做什麼呢? 她今天翻了, 上都不知道什麼 之後阿翔先是到電話廳給母親打了個電話 他讓母親幫自己去接女兒放學 順便讓女兒在母親那裡住兩天 然後阿翔一整天都在外面吃吃喝喝排解心中的苦悶 傍晚, 阿翔在一家酒吧門口碰到了一個叫阿祖的小學同學 雖然阿翔已經不太記得阿祖了 但兩人還是走進了旁邊的酒吧 喝完一杯酒後, 阿翔詢問阿祖 這裡的人怎麼都這麼開心? 阿祖笑著說, 凡是看開點不就開心了嗎? 接著阿祖告訴阿祖, 兩人對面穿黑褲子的就是自己的前妻 現在她專炮老外 這是一個美女從兩人身邊走過 阿祖決定今晚就炮她了 片刻後, 阿祖就拿下了女孩 在臨走前, 阿祖還告訴阿祥 女孩是有老公的 阿祥對著阿祖的背影詛咒道 女孩還有愛滋呢? 之後阿祖一個人一杯接著一杯很快就喝醉了 這是一個名叫梵妮的女孩坐到了阿祖的旁邊點了杯酒 喝得爛醉的阿祖決定請女孩喝一杯 阿祖一邊掏錢一邊對女孩說 其實自己不應該請她們這些女人喝酒 她們這些女人全都是一樣的水星洋花 看著阿祖錢包裡厚厚的一大鈔票 范妮的眼睛立刻就亮了起來 她笑著對阿祖說 她也不能一杆子打死遺傳人吧 為了反駁范妮 阿祖將自己老婆偷人的事說給了范妮 范妮認為老婆偷情老公也要好好檢討一下 一定是阿祖對老婆不好 阿祖反駁道 從結婚那天開始 自己兩只眼睛瞄都沒有瞄過別的女人 賺回來的錢也都交給了老婆 可是晚上自己想摸她都不行 范妮笑著說 怎麼會有她這種大笨蛋 接著范妮詢問阿祥 有沒有想過對付這對肩腹淫妇 阿祥聯邦說自己的老婆可不是淫妇 並說自己是個很討厭的人 自己平時就像木頭一樣 又不夠浪漫還老愛睡覺 而且自己是個胖子 天生那個方面也不太行 所以就因為這樣 自己的老婆才會偷男人 還讓男人睡了自己的床 阿祥的這番話讓范妮很是無語 阿祥卻說 難道讓他們在客廳坐嗎 要是讓街坊鄰居看到了多丟人 自己以後要怎麼出門 范妮聽後一直慫恿阿祥去找人 收拾阿祥的老婆和情夫 范妮告訴阿祥 她會給阿祥介紹一個人 阿祥想怎麼做就自己跟她說 自己做中研人會收她五毛錢介紹費 范妮一邊說著 一邊從阿祥的錢包裡掏出了五張鈔票 接著范妮讓阿祥在座位等她 她去幫阿祥找人 喝醉了的阿祥完全沒有發現 范妮從自己的錢包裡拿了錢 她還以為范妮連錢都不要了 片刻後 范妮帶回來了一個眼睛男 但阿祥已經不見了 兩人從調酒師那裡得知 阿祥去了洗手間 兩人又來到洗手間 發現阿祥也不在 眼睛男懷疑范妮是在耍她 范妮連忙解釋說 自己都已經拿了阿祥的中介費了 之後兩人在酒吧後面的小巷裡 找到了正在呕吐的阿祥 眼睛男給了范妮幾張鈔票後 范妮就離開了酒吧 隨後眼睛男詢問阿祥 有沒有他老婆的照片 阿祥隨手就將自己的皮包 遞給了眼睛男 眼睛男詢問阿祥想要怎麼樣 阿祥醉醺醺醺的讓眼睛男 幫自己擺平他們 眼睛男看了眼阿祥的錢包說 想要擺平他們 這些錢可不夠 自己先拿這些錢當定金 完成之後他再付尾款十萬 有沒有問題 阿祥口齒不清地回了句沒問題 接著眼睛男又詢問阿祥家的地址 阿祥只是不斷說著 幫自己擺平他們 見阿祥不回答 眼睛男便從阿祥的包裡翻出了一張票句 得知了阿祥的住址 一直到凌晨 睡在巷子中的阿祥才被凍醒 看著被掏空的錢包 阿祥完全記不起昨晚發生了什麼 隨後阿祥亮亮腔腔地回到了家中 此時雜貨店的老闆 居然還和阿祥的老婆在阿祥的床上親熱 阿祥看著兩人小聲地說 又穿這麼少衣服 阿祥老婆來到客廳對阿祥說 她就討厭阿祥這個樣子 不高興就說出來嘛 阿祥反駁道 說有個屁用 自己昨天拍著桌子發脾氣 叫她不要每天都這樣做 結果不還是照做不悟 阿祥老婆並不認為阿祥那樣做是在發脾氣 並說阿祥只是讓她穿上衣服而已 阿祥不滿地說 自己昨天就叫她穿衣服 今天她就又把衣服脫了 此時穿好衣服的雜貨店老闆和阿祥打了個招呼 後便打算離開 離開前她還和阿祥的老婆約好電話聯繫 剛退開房門 雜貨店老闆就被人一腳踹了回來 緊接著兩個手拿库爾卡彎刀的男人衝了進來 其中一個小弟模樣的男人先是將阿祥推到了一邊 然後一把將阿祥的老婆按在了牆上 看著阿祥老婆裸露在外的身體 小弟對老大說 他要帶阿祥的老婆去禮物 阿祥健壯連忙上前阻攔 卻被男人用刀逼推 接著男人將阿祥的老婆抄礼物拽去 再次上前阻攔的阿祥被男人一腳踹到了牆边 男人的老大上前一腳将阿祥踢晕了過去 雜貨店老闆想要趁机逃跑 但被老大又拽了回來 最后雜貨店老闆在浴缸里被老大砍死 阿祥的老婆也在咬上小弟的嘴后被小弟抹了脖子 之后醒来的阿祥立刻就赶到了警局报警 但由于昨晚喝斷片了 阿祥只记得自己作案好像去了很多地方 好像见了很多人 这让接待阿祥的警员很是无语 这是凶杀组的文警官推门走了进来 文警官在看完阿祥的口供后对阿祥说 虽然死者是阿祥的老婆 又是阿祥自己报的案 可是案发当天只有他一个人在场 警方有权怀疑他就是杀人凶手 文警官让阿祥想清楚 他有没有得罪过什么人 有没有什么仇家 案发那天有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 说完文警官让手下再录一份详细的口供 再查一查阿祥的背景 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就担保阿祥出去 傍晚回到家中的阿祥在接了一通电话后 又来到了前一晚的酒吧 看到了阿祥的眼睛男刚刚上线大话 就被同伴拦住 同伴瞥了眼门口告诉眼睛男友警察 两人连忙离开了酒吧 不够长啊 喂 你个陷家长啊 叫了我动手你回家拖啊 是不是想玩东西啊 喂 你是谁啊 你说什么啊 我们昨晚跟你在九七谈那个啊 记不记得啊 昨晚 你还扮演呢 Fanny介绍那个啊 你哪个Fanny啊 是不是不方便说话啊 你拆佬在你身边啊 我啊 总之我不理 你我业不是那么简单 他们想跟你谈啊 你别回来 今晚十二点 把一起的美妻去翻九七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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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后阿翔在酒吧的卫生间门口找到了喝得烂醉的范妮 阿翔尝试从范妮的口中问出昨晚到底发生了什么 但神志不清的范妮只是不断地说着两人昨晚没有上床 见头范妮这里什么都问不出来 阿翔便离开了酒吧 回到家中的阿翔刚一开门就被人拉进屋里踢了一顿 直到沙发上的老大出生几人才停手 在得知阿翔不认识自己后 老大起身对阿翔说 他们本来是不认识的 不过阿翔做了一点事逼着自己来认识他 阿翔连忙几人说 自己真的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 旁边同样挨了蹲打的眼睛哥激动地说 他不是给自己三万块让自己摆平他老婆吗 阿翔连忙否认 并说自己那么爱自己的老婆怎么会杀他呢 老大告诉两人 他不是要研究责任问题 而是要谈一谈现实问题 老大询问阿翔在警局又没有出卖他们两个兄弟 阿翔连忙否认 老大认为阿翔是在侮辱他的智慧 但他可以当阿翔是无心的 反正他们两兄弟要跑路了 不过他们跑路很麻烦 要逃回越南去 他应该也知道越南的情况吧 阿翔询问自己要怎么帮他 老大回答 他有一家瓦斯店又有这种房子 80万他应该拿得出来 自己在香港什么都没有 只有命一条 说完老大带着几个小弟离开了阿翔家 隔天阿翔来到银行打算将自己的房子抵押掉 银行的人在查过阿翔的地契后告诉阿翔 地契是阿翔和他老婆联名的 在他老婆死亡手续未办妥之前 在法律上 他没有权利将房子买卖或者抵押 回到瓦斯店后 伙计告诉阿翔 今天老是有人打电话过来 说阿翔欠他80万 并问他什么时候还 还说要是阿翔不还的话 他就把电烧了 这是店里的电话响了起来 阿翔拦住想要接电话的伙计 让他们先走 并说今天提前打烊了 之后阿翔来到了自己的母亲家 看着阿翔魂不守舍的样子 母亲安慰道 人都走了 叫也叫不回来 人这一辈子吃多少穿多少 都是注定的 母亲让阿翔今晚留下来吃饭 他现在就下去买菜 母亲刚走 阿翔就发现电视里的新闻 正在报道 他的瓦斯店被人烧了 之后阿翔连夜逃到了 自己在广州美县的老房子 刚一进门 阿翔就被两个陌生的男人 暴打了一顿 礼物一个叫小华的男人 连忙阻止了两人 躺在沙发上的大哥成峰 询问小华他认识阿翔吗 小华告诉大哥 阿翔是这里的房东 接着一个叫做浩哥的男人 吩咐手下将阿翔拖进了李屋 浩哥让小华叹一下阿翔 看阿翔有没有听到他们的谈话 之后从成峰和浩哥的对话中 可以得知 两个人似乎打算去香港干一票大的 浩哥认为小华很能干 不如这次带上小华 成峰却让浩哥少惹自己的弟弟 此时在李屋的阿翔询问小华 为什么会有自己家的钥匙 小华告诉阿翔 帮阿翔看房子的那个大婶 回乡下看儿子媳妇去了 自己暂时住一下 房子还是阿翔的 此后小华询问阿翔 有没有偷听他们说话 阿翔连忙否认 小华笑着说 自己是在和他开玩笑的 接着小华询问阿翔 为什么突然回来了 是不是出了事 打算回来躲一躲 见阿翔不说话 小华让阿翔将情况告诉他 看他能不能帮阿翔 片刻后 小华来到客厅 将阿翔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 告诉了成峰两人 浩哥见没什么事了 便离开了这里 小华请求大哥 这次行动带上自己 成峰没有理会小华的请求 而是走到门口点燃了一支烟 失望的小华回到里屋 先是将两个小弟赶了出去 然后他告诉阿翔 这次他走运了 这件事自己帮他摆平 不过他要听自己的 阿翔有些不太相信 小华可以搞定这件事 小华告诉阿翔 自己办事他放心 阿翔只好点头同意 之后阿翔给母亲 打了一通电话 阿翔的不辞而别 让母亲很是担心 母亲告诉阿翔 最近有警察上门找过他 他到底在什么地方 阿翔只是说 他改天再和母亲解释 在得知自己的女儿 没什么事后 阿翔和母亲说了句对不起 然后便挂断了电话 深夜 阿翔带着小华和几个小弟 来到了和越南人 约好的电影院 片刻后 一个越南人坐到阿翔旁边 询问阿翔有没有带钱 阿翔吱吱吱吱地回答 没有 越南人面无表情地 让阿翔再说一遍 两人身后的小华 不耐烦地对越南人说 阿翔没带钱 越南人询问小华想怎么样 小华告诉越南人 他想替阿翔讨个公道 他们烧了阿翔的瓦斯店 都不止八十万 这是一个小弟 上前给了越南人 后脑一巴掌 并说就是不和他谈又怎么样 越南人硬气地说 别以为他们巫术 有什么了不起的 小华的小弟听后 立刻就要掏枪 但却被人用钉子 插进了脖子 紧接着影院里 站起了数个越南人 和小华一伙人打在了一起 很快小华的手下就被全灭 阿翔和小华也被越南人 带到了一个难民营的仓库里 越南人先是将小华 用绳子吊在了房顶 然后越南人老大 将一个筷子粗细的主管 插进了小华的腿上 接着旁边的一个小弟 将一个塑料桶 放在了小华下面 接小华的血 老大来到阿翔面前 恶狠狠地说 他这个王八蛋 居然找了个巫鼠来耍自己 但没用的 他本来欠自己八十万 现在自己要一百六十万 这是一个小弟 将范妮抓了回来 老大告诉范妮 这件事因他而起 阿翔给一百六十万 他也要给一百六十万 旁边的小弟 见范妮不敢看吊着的小华 他便一把上前抓住范妮的头 扒开范妮的眼睛 强迫范妮看向小华 另一个小弟 先是舔了些小华流出的血 然后又将血用舌头 涂在了范妮的鼻子上 范妮被吓得大声尖叫 不知过了多久 小华下面的塑料桶 已经接了小班同学 小华整个人都已经虚脱 这是范妮小诚地对阿翔说 根本就不关自己的事 他倒霉干嘛还要拖自己下水 阿翔反驳道 怎么不关他的事 是他找人杀自己老婆的 范妮让阿翔不要胡说八道 他只是收了阿翔五千块中介费 是阿翔自己找人杀了阿翔的老婆 阿翔却说 自己无缘无故 怎么会杀自己的老婆 范妮则用阿翔老婆 偷人的事来反驳阿翔 阿翔生气地让范妮闭嘴 旁边的越南人都被阿翔的声音 吸引得朝两人看了过来 阿翔连忙低下了头 范妮健壮小声地和阿翔说了句对不起 深夜 被吊在棚顶的小华已经奄奄一息 这时成峰带着小弟闯进了难民营 成峰一边在难民营里寻找弟弟的下落 一边见人就傻 虽然成峰也会逼问越南人弟弟的下落 但往往还没等越南人开口 成峰便直接傻掉 与此同时 一个越南人拿起小华身下的塑料桶 喝起了小华的血 阿翔和范妮看得头皮发麻 这时老大走到范妮身前询问范妮 他老爸不肯给钱怎么办 阿翔连忙对老大说 他放了两人自己替范妮还 老大不认为阿翔能给得起这么多钱 阿翔解释说 自己可以存 存个两三年就行了 老大认为阿翔是在耍他 阿翔连忙被关注了 将被吊着的弟弟放下来后 成风来到阿祥面前抓着阿祥的衣领大声地说 自己的弟弟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自己就杀他全家 之后成风在前面开路 阿祥在后面扶着小华跟成风一起向外面逃去 途中小华叫住成风说自己要撑不住了 成风让小华忍一忍 并说他是不会有事的 三人又走出没多远 小华就又顶不住了 成风只好让阿祥见小华扶到树下先休息一会儿 小华虚热地对成风说 自己口渴想要喝水 成风让阿祥看好小华 他去为小华招水 很快成风就用竹筒为小华带回了一桶水 喝完水后 小华询问成风 自己的脸色是不是很难看 成风让小华不要胡思乱想 小华认真地对成风说 是自己错了 自己不应该瞒着他 成风只是说一切都过去了 小华紧紧地抓住成风的胳膊对成风说 从小到大大家都笑自己没用 自己不想一辈子都依靠他 成风认为两人是兄弟 何必要这么计较 小华恳求成风亲口说原谅自己 成风眼含泪水地说自己原谅他 小华沉默了一会儿后告诉成风 自己看到爸爸妈妈和二哥了 小华的话让成风想起了自己死去的另一个弟弟 原来成风以前还有一个弟弟和他一起参军死在了战场上 片刻后三人又再次出发 没过多久 三人就在附近听到了车子行驶的声音 成风连忙上前查看 但成风刚一离开 阿翔扶着的小华就断了气 这让阿翔很是惊恐 片刻后 他瞒路的成风回来发现自己的弟弟居然已经死了 情绪激动的成风鼻子里流出了两道鲜血 他掏出刀子缓缓地朝阿翔走了过去 阿翔扶着小华的尸体惊恐地朝后退去 还没推出几步 阿翔就一脚踩空带着小华的尸体滚了下去 成风连忙追了上去 最后成风只在山坡下的小溪边找到了小华的尸体 而阿翔已经不见了踪影 看着小华的尸体 成风愤怒地大喊他要杀了阿翔全家 藏在附近的阿翔被吓得不敢出声 镜头一转来到警局 范尼正在警局接触文警官的盘问 文警官询问范尼为什么会在那民营 范尼无语地说自己也想知道为什么 见范尼不愿说出实情 文警官便说 他要再不合作的话 自己就会怀疑他和乌鼠是同党 自己就立刻拘捕他 范尼听后小声地说 关自己什么事 文警官将成风的资料放在桌子上 询问范尼认不认识成风 见范尼的脸上露出了惊恐的表情 又问成风和阿翔是什么关系 他为什么要血洗那民营 范尼吱吱吱呜地说 成风是来救他弟弟小华的 接着范尼将事件的前因后果都说给了文警官 听完范尼的讲述 文警官怀疑是阿翔指使那些越南人杀了他的老婆 范尼连忙解释道 根本不关阿翔的事 阿翔那天晚上醉得一塌糊涂 他只是想找个人叫醒他对肩负淫妇 都怪自己不好 收完人家的介绍费就跑掉了 说完范尼询问阿翔会不会有事 文警官没有回答 只是让警员给范尼录完口供就放范尼走 另一边 已经得知了昨晚发生的一切的浩哥生气的质问成风 发生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不告诉自己 旁边的小弟解释道 他们只是去救阿华 但最后还是没救下他 浩哥又质问成风 这么严重的事情为什么不告诉自己一声 他做之前有没有考虑后果 为了这件事全香港的警察都在找他 他这样做很容易把事情搞砸的 自己很辛苦在搭上这条路 这笔买卖赚的钱足够自己去巴西开农场 吃三辈子都吃不完 自己不会让他破坏这个机会的 成风听后起身用刀指向浩哥说 这件事自己会摆平的 成风让浩哥记住 要去巴西的是他 不管自己的事 自己现在连这个弟弟也死了 另一边 文警官的上司将浩哥的资料交给文警官 询问他知不知道浩哥是谁 文警官回答 浩哥名叫唐文浩 外号山豹 是个职业杀手 上司告诉文警官 山豹也跑到香港来了 文警官知道成风和浩哥是战友 他猜测两人一定有大买卖 上司告诉文警官 大陆的国际刑警说 两人这次来香港的目的 是要行刺地产大王潘新华 而且会在他们明天的极端舞会上动手 说完上司让文警官负责这件案子 傍晚 阿祥将范妮叫到了自己母亲家的楼下 阿祥怕警察找上门 所以不敢上楼 阿祥询问范妮是怎么从难民营跑出来的 范妮告诉阿祥 幸亏乘风没有打中自己 后来自己就到警察局去了 阿祥听后以为范妮是主动去报的警 范妮连忙解释道 他们刚走警察就赶到了难民营 范妮劝阿祥也赶快去报警 文警官说那些人很危险 随时都有可能把他杀了 阿祥抱怨道 自己就算去报警应该怎么说 最近什么倒霉事都跟着自己 好像什么事都跟自己有关一样 自己现在说什么都没人相信的 范妮认为就算是坐牢 也比被乘风他们杀了好 阿祥却激动地说 凭什么让自己坐牢 这时旁边突然走出了几个警察告诉阿祥 他的罪名要是成立就得坐牢 说完几个警察带着阿祥和范妮朝警车走去 几人不知道的是 乘风此时就在几人附近 回到警局后 文警官将乘风一伙人的资料 递给阿祥询问他是不是这帮人 在得到了肯定的回答后 文警官询问他们一伙大概有多少人 阿祥想了想后回答 自己已经记不清了 文警官让阿祥想清楚一点 他不是在帮警方 而是在帮他自己 成风这个人可是个疯子 阿祥连忙询问成风会怎么对自己 文警官回答 成风会怎么对待他自己不知道 不过成风抓不到他一定会对付他的家人 阿祥听后很是惊恐 文警官见状告诉阿祥 他已经派人将阿祥的母亲保护起来了 与此同时 成风已经将文警官派去的人解决掉 并拖进了阿祥的母亲家 阿祥的母亲和女儿被吓得瑟瑟发抖 另一边 阿祥无奈地对文警官说 自己真没想到喝醉酒会闹出这么大的事情 文警官认为 喝醉酒可不是借口 每一个人说过的话都得自己负责 这是旁边的电话响了起来 电话对面的警员告诉文警官 有一个叫成风的人打了六七个电话说要找阿祥 另一边 成风已经将阿祥的女儿和母亲都绑了起来 母亲哭着祈求成风放了两人 但成风没有理会母亲的祈求 而是坐到了阿祥女儿的旁边 帮阿祥女儿擦了擦眼泪 这时楼下响起了警笛声 紧接着有大批警察开始包围成风所在的这栋楼 成风见状不在意地摸了摸阿祥女儿的脸 并且还亲了一下 之后成风蹲在窗边一边抽烟一边看着楼下的警察 此时文警官在阿祥母亲家对面的楼层看到 阿祥的母亲被绑在了窗口 阿祥的女儿被绑在了门口 文警官吩咐手下 没有她的命令都不许行动 等一切都部署完毕后 文警官拨通了阿祥母亲家的电话 电话接通后 文警官询问成风有什么要求 成风回答 他要阿祥还要一部车 文警官果断拒绝了成风的要求 成风没有犹豫 直接将阿祥的母亲推下了楼 阿祥见状立刻就想冲下警车 却被警员拦住 文警官也被成风丧心病狂的行为震惊了 最后无可奈何的文警官只好答应了成风的要求 片刻后 阿祥来到了成风面前 让阿祥将门关好后 成风躲在阿祥的身后 缓缓地朝礼物走去 没过多久 成风三人蒙着被单从楼道里缓缓地走了出来 蒙着被单的三人 静止朝警察准备好的车子走了过去 途中文警官不断叮嘱警员 情况未明了之前不准开枪 很快 成风三人就来到了车子的旁边 三人迅速钻进车里 发动汽车逃离了这里 旁边的警车赶忙追了上去 这时躲在楼顶的浩哥一枪射爆了路边的油桶 拦住了追击成风的警车 之后成风将阿祥父女带到了一个仓库 成风先是将阿祥父女用十几根绳子绑在了椅子上 然后他又将几十条进了汽油的碎布搭在了绑住阿祥女儿的绳子上 放了他, 放了他, 放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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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子, 走啊, 不要笑我啊 你放了我吧 不要笑我啊 不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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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搞搞我, 要殺殺我, 听到吗 不要啊 不关我女儿的事 是我去清醒的地方 他要叫小姐来找我 不要搞搞我, 要殺殺我 你不要搞我, 要殺我 不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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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 阿祥女儿在阿祥的爱好中 画成了一具胶石 旁边的乘风直勾勾地 看向了爱好的阿祥 乘风的行为 让旁边的小弟 都有些看不下去了 所有乘风用枪 指着阿祥的头咬牙切齿地说 自己曾经警告过他 如果自己的弟弟死了 自己就要他全家死光 说完他假装抠下了扳机 见阿祥没有反应 成风对阿祥说 他不怕死 自己就不让他死 自己要等他最怕死的时候 才一枪打死他 旁边的浩哥 劝成风留点精神 明天做正经事 说完他掏枪 打算帮成风打死阿祥 但成风就用枪瞄准了浩哥 并说阿祥是他的 由他来决定阿祥什么说死 浩哥命令成风 现在就杀死阿祥 成风则让浩哥不要命令自己 旁边浩哥的小弟健壮 也掏枪瞄准了成风 私人僵持了一会儿后 浩哥还是妥协了 浩哥告诉成风 反正明天行动以前 他不想见到阿祥 说完浩哥带着小弟离开了仓库 虽然女儿的死 对阿祥的打击很大 但阿祥还是偷偷尝试 用椅子磨断绳子 镜头一转 来到警局 此时文静官的上司 正在向所有警员 部署今晚的行动 另一边 成风又对着阿祥女儿的尸体 连开竖枪 接着他笑着看向了阿祥 此时楼下的小弟 询问浩哥 他们什么时候出发 浩哥看了看手表 让小弟不要急 并说还有时间 几人可以先去抽根烟 爹地 爹地 我晒得这么狠 你还认不认得我 让你两父女一起立正 再继续 慌张逃跑的阿翔没有注意到 他女儿的头颅被他不咬心撞掉了 这是听到枪声的浩哥来到仓库 询问陈锋是不是疯了 他警告陈锋不要把事情弄大 并质问陈锋是不是想把大家都害死 陈锋听后抬手一枪击毙了浩哥 随后他又击毙了赶到仓库的浩哥小弟 陈锋一边朝四周开枪 一边大声地让阿翔出来 我躲了 我躲了 之后阿翔回到仓库 撞开墙壁将陈锋扑倒在地上 阿翔先是用右手按住了陈锋拿枪的手 然后又用左手掐住了陈锋的脖子 陈锋用力挣脱阿翔 一膝盖将阿翔顶到了一旁 阿翔连忙起身朝外面跑去 铺中阿翔被陈锋一枪打在腹部 掉到了下层 阿翔忍住疼痛继续朝仓库里面逃去 陈锋也连忙追了上去 片刻后 躲在门后的阿翔一门框将陈锋撞倒在了地上 接着他又用旁边的架子将陈锋砸在了下面 陈锋连忙推开架子朝门口连开竖枪 但阿翔已经消失不见 愤怒的陈锋起身将扎进脸上的玻璃徒手拔了出来 之后在寻找阿翔的过程中 陈锋又再次被阿翔扑倒在了地上 经过一番扭打 阿翔抓着陈锋朝仓库的最里面冲去 片刻后 陈锋被阿翔推到了墙壁上 墙壁上的管子插进了陈锋的后背 阿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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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后 陈锋一路追着阿翔来到了仓库外面 而阿翔就站在仓库外面等着陈锋 两人对峙了片刻 陈锋怒吼着冲向了阿翔 阿翔笑着点燃了地上的汽油 火焰迅速蔓延点燃了陈锋 阿翔嘴里不断念叨着 烧死你个王八蛋 这时火焰点燃了汽车直接将陈锋炸飞 阿翔一边念叨着 炸死你个王八蛋 一边走到陈锋身边 此时地上趴着的陈锋突然转头看向了阿翔 看着缓缓站起来的陈锋 阿翔连忙逃进了身后的一间仓库 并锁上了大门 陈锋则在门口不断用刀猛刺大门 眼看大门就要被陈锋捅碎 阿翔在仓库里找到了一个有气的煤气罐 就在陈锋破门而入的时候 阿翔捅开煤气罐朝陈锋扔了过去 紧接着阿翔迅速地从旁边的窗户跳了出去 下一刻 煤气罐爆炸 仓库里燃起了熊熊烈火 阿翔对着燃烧的仓库不断念叨着 炸死你个王八蛋 但很快 陈锋又从火焰中冲了出来 阿翔被陈锋恐怖的样子惊呆了 不过陈锋只是在阿翔的面前站了几秒钟就倒在了地上 阿翔健壮仰天大喊 炸死你个王八蛋 没过多久 文警官带着警员赶到了阿翔所在的仓库 阿翔健壮仰天大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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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只是李伦儿校糍落 这只是李伦后 只能代登自yl臭 本人渴望 就是 kidding 你一 devot 这是谁 是谁 研词 誰遇到呢 我懶得了